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曹操传 今天咱们讲第四十五回 风启石 关渡之战 上回咱们讲到关渡之战 关渡之战是在建安六年初 分出胜负 以曹操的胜利宣告结束 跟着曹操又夺取了青州 扫荡了魏南 然后就是平定四下的匪患 一直到建安七年的春天 曹操才返回许多 从老家桥县经过的时候 曹操当时很感慨 曹操说 我当初在这里起兵 是为了平定天下 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可如今呢 我是小有成功了 可结果呢 我今天在我的老家呀 走了一天 穿过桥县 这一路上 一个熟人我都没有遇见 到处都是破败 跟着曹操说完这番话 曹操做了三件事 这三件事 三国志特意记载了 就是这三件事让河南从此只歇了刀兵 这三件事啊 大家注意听 其实三国志特意把这三件事记下来 是有用意的 第一件 就是停止在河南这个地区征兵 然后呢 然后重修地方档案 根据原来的档案记录 每一户人家 还有原来的土地 如果这家人死绝了 就让他们的亲戚来 继续耕种他们以前的土地 然后呢 然后政府出面 配给农民耕牛 让他们能耕种更多的土地 就表面上看 这个举动啊 没有什么 这不就是安置流民 发展生产吗 但是曹操的这个做法很特殊 大家觉得特殊在哪里 它是根据党案确定地权的 换句话来说 曹操这句话说得很明白 我不是革命者 我不是打土豪的 我是尊重土地的所有权的 曹操不是在搞翻天覆地的变革 曹操现在说 我是要恢复旧秩序 恢复被打乱的秩序 就因为这个举动 以后曹操得到了各地 各级地主阶层的拥护 这是一个乱世 是吧 到处都在都在革命 大家知道曹操一来 就能恢复秩序 你说那这些人 谁不支持曹操 这是曹操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办学校 对民众进行教育 儒家教育 这又是符合 一件符合儒家思想的事情 是吧 符合从汉武帝来确定的 儒家思想 这个汉朝的主旋律 这是曹操的一个政治表态 表明我曹操是拥护 大汉王朝旧的体制的 这就给以前的旧官僚 旧官僚 吃了定心丸 我还是走老路 这是曹操给旧官僚们的一个保证 第三件事是什么 就是恢复各地的祭祀活动 曹操还亲自祭祀了乔玄 按照旧的理解 这是向贵族在喊话 对吗 表明我支持这种父传子家天下 我尊重传统 所以贵族们在得知了曹操这一系列举动之后 一定对曹操这个人充满了好感 实际上这三件事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是曹操第一次提出他的政治纲领 曹操在战胜袁绍取得了政权的主导权以后 一定要回答一个问题 以后以我为中心组成的政府是谁的政权 保护谁的利益 代表谁的最根本利益 从前是军阀混战 是吧 比的就是谁胳膊粗 但是以后曹操说 不是了 我曹操是一个可以给你们带来安定的人 跟着我 不是打天下 是恢复旧秩序 我代表的是安定 所以曹操在获得政权以后 打出的第一面旗帜 就是恢复秩序 从咱们开始讲曹操的故事 我们就一直在说一件事 就是曹操是个心里有天命的人 他始终在维持所谓的天命 可是究竟什么是天命 天命这个词你听着其实特别的虚幻 对吗 让人琢磨不定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 因为随后我们看到曹操被地主们支持 认为曹操 他们认为曹操是他们的天命 因为曹操维护地主们的利益 官僚们后来拥护曹操 因为什么 有曹操就有我们的官座 贵族们也拥护曹操 有曹操就有我的爵位 地主支持 官僚支持 贵族支持 这就是大汉王朝的天命 如果以前曹操顺应天命 这句话很虚幻 他站在汉县地一边 他站在人民的信仰一边 那些其实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实际利益 但是此时此刻 这三件事做完 曹操才算是获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他成为所谓的阶级 统治阶级的领袖 他代表了一个阶级 成为一个阶级封县社会的统治阶级 利益的捍卫者 他就做对了这件事 他代表了天命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曹操的战争发生了变化 曹操以后不再是军阀战争中的一方 因为什么 因为天下人心已经有了判断 谁是主旋律 谁是中央 每一个人的心理 现在都清清楚楚 曹操变成了天下的统一者 就实力来说 曹操还很弱小 但是就人心来说 曹操现在很强大 天命 天命以后是支持曹操统一天下的决定性力量 把这个摔倒的世界 曹操说 我要把他扶起来 但是这个时候的曹操并不强大 甚至于和他周围的那些诸侯比起来 其实曹操还很弱小 所以他这个强大 曹操后来的强大 是嫁接的 从现在开始 曹操就把自己绑在了汉县地这个树干上 他恢复的秩序 是汉朝的秩序 拥护他的地主 是汉朝的帝都 是吧 拥护他的官吏 是以前是汉朝的官吏 拥护他的贵族 那就更是汉朝的贵族 他们心里都有一个汉县地 没错 当年那个玩偶 现在已经是一尊偶像 曹操其实也不知道怎么阻止 这尊偶像将来成为一尊神 曹操并不知道怎么阻止 所以曹操和汉县地的关系 也就是从此时此刻 开始变得微妙 原来汉县地是一个玩偶 曹操在马路边上捡的 是曹操不断的塑造 把这个玩偶造成了一尊偶像 然后利用偶像来忽悠人 可是最终这尊偶像 真的要成为一尊神的时候 曹操不知道我是应该拜呀 还是应该掀翻他呀 曹操自以为捡了一只猫 养大才发现那是一只虎 大体上这就是曹操以后和汉县地的关系 曹操是靠着汉县地起家的 携天子令诸侯 是用汉县地的名义 征集天下力量的支持 现在成为霸主 问题是 汉县地真的是曹操心中 他要拜的那尊真神吗 对于这个问题 历史上很多大学者都有自己的观点 曹操到底是不是大白脸 这件事真的是各说各话 厂规自己啊 我的观点其实是曹操未必有那么明确的想法 大家记住 他就是一个刃侠 对未来就是三个字 走着瞧 我觉得曹操和很多历史学家不同 在我眼里不同 他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 当初捡汉县地 那是脑子一热就干了 是吧 现在把他供成佛 那是形势所迫 不得不如此 至于以后 他是不是真的 说这尊佛将来会不会真的成正国 曹操心里的想法是走着看吧 到时候再说 这是掌柜 心里的曹操 曹操的一切 哎呀 我跟你说 在掌柜眼里 曹操是一个跟着路走的人 不是一个开创道路的人 从建安七年开始 曹操突然啊 在以前只重视打仗的曹操 我们看到从建安七年开始 曹操突然啊 重视其水利 那当然了 是吧 一个是要稳定社会 是吧 你要稳定社会 就一定要稳定农业 中国是个农业国 你要想稳定农业 历朝历代的做法都是兴修水利 灌溉啊 防灾啊 还有个交通问题 对了 交通问题 建安七年 建安八年 曹操都去了隋阳 曹操用了一年多 修了一条运河 就是隋阳渠 这是一条南北向的运河 南街淮河 北通被汴水 这条河一通 立刻你就看出了 曹操地盘内的几乎所有的水运都通了 曹操水运体系就因为这条运河一通就被打通了 从汴水通济水就进入黄河了 此时的曹操粮食运输的问题就解决了 以后冰原运输的问题也解决了 更关键的是曹操现在征集船只的能力大大提高了 因为什么 因为所有水系都是相通的 没错 曹操此刻在发展生产 在积蓄力量 在准备着对袁绍 发动最后一战 袁绍 曹操这边 在讲大团结 大搞生产的时候 袁绍在干什么呢 好了 这一回我们就讲到这里 马上就过年了 是吧 掌柜也该也该歇歇了 是不是 讲到这里 其实也算是曹操传上半部 咱们就讲完了 曹操的事业现在站在了新的台阶上 陶操现在可以傲视天下 这把子 昨天晚上掌柜推荐了那首狼牙榜的主题曲 风启事 掌柜觉得 这就是曹操此刻的心情 也是掌柜 讲这部曹操传的时候 哎呀 暗拿住的 激动 时候的那种 那种心情 就是风启事 上半部 曹操传的上半部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半部 大家别着急 下半部 我们马上就跟着讲 他们节后 开始给大家讲 曹操传的下半部 曹操传 掌柜答应大家 曹操传 我们一定一口气讲完 绝不再留靠子 绝不再给大家挖坑 下半部 曹操传 曹操将增加一个敌人 对 那尊偶像最终 还是成神 哎呀 下半部 我觉得 让曹操伤脑筋 在这里 掌柜给大家拜年 祝大家 物虚年 人望 家望 人丁望 掌柜给大家拜年了 年前还有一个联欢会 是吧 大家记住这个QQ群号 是在QQ群里组织的 QQ群号 是212-365-810 联欢会就在情人节这天 2月14号 就是今天晚上七点 欢迎大家来参加 咱们物虚年 开门 打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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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